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灭》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763集 改变 小城内,一位德高望重被此臣众人敬仰的谢姓老者 深夜中点起油灯 在书房里,拿起眷手正要看去 清风吹袭,落入房中油灯,忽明忽万间 老者抬起头,房中却是多出了一个沧桑的声音 你以为此臣德者,可知晓什么是道 那老者面色瞬间苍白,手中眷手落地 眼中露出恐惧颤抖地说道 你,你是人是鬼 什么是道 沧桑的声音再次回道 老者深吸口气,箱子阵地 产生道 老夫不懂什么是道 叹息中,那声音远远地消失 房间内恢复了正常 但这老者却是再也没有心情读书 都城中,学堂内 无数学生手持书卷,朗读人伦 前方一个身穿白衣的老者,右手扶须,脸上带笑 就在这时,清风吹来 其中一个少年却是立刻放下手中书卷 站起身子,平静地说道 先生,你可知何味道 这少年的声音出现的一刻 四周顿时安静下来 老者面色不语,沉声道 这天便是道 少年摇头 坐下时身子一颤 却是恢复了正常 只有那风在无人察觉之时 吹出了学堂 风散清零 一时之间 整个清零星凡人之中 几乎所有的德高之人 全都以各种不同的机遇 被人问起了此话 只是最终啊 回答各一 但却没有一个说得清楚 迷茫中 王林沉静在这梦境里 不断地追寻 没有尽头 他仿佛可以化身无数 寻找着道的真意 这一日 那曾经被王林询问的 谢姓老者 却是在家中辗转 久久无法静下心来 仿若只需一静心呢 耳边立刻回响 那沧桑的声音 他长叹一声 拿起油载 在雨天中走了出去 徘徊在小城之路上 他眼中露出迷茫 什么是道 我自问学识滔天 看得透着世间一切 但却被那鬼怪之物的一句话 彻底地问住 什么是道 迷茫中 老者不知不觉 来到了城北部河畔之旁 河道上坐着一个老者 老者身穿缩衣 头戴斗笠 坐在河道旁 手中撒网 捕捉河中之鱼 谢姓老者望着这一切 好似眼中没有焦点 喃喃自语道 什么是道 此刻呀 那缩衣老者 却是呼喝一声 带着喜悦 一把捞起鱼网 旗内却是有数条大鱼 不断地拍动身子 那鱼张开嘴 试图吞下河水 眼中好似露出绝望 更是从他剧烈拍打的身子中 传出一股挣扎 这一幕 仿若闪变 直接击中了谢姓老者 使得他全身默然一阵 剧烈地颤抖起来 直勾勾地盯着那网中之鱼 与那捞网的老者 这 这莫非就是道 我为鱼 道为网 可为天 那捞网的老者 就是执掌命运的造化 谢姓老者心神聚阵中 却是在鱼里 有狂风呼啸 弥漫天地 这狂风中 蕴含了一股天地之力 那捞网的老者 却是吓得立刻松开网 坐在地上 满脸的彷徨 至于谢姓老者 也是退后几步 相自镇定 狂风凝聚 化作一人 王林 他低头看了一眼 那重新落入河水中 游走不断的鱼 眼中露出鸣雾 抬起右手 一点之下 一道天地灵气 立刻融入 谢姓老者体内 你送王某鸣雾 我便送你一场造化 仿若天地初开之时 那一道惊天动地的轰了样 在这一瞬间 轰隆隆的 回荡王林心头 他悟了 这天地之道 人人皆可证 人人皆可成道 天不是道 道是天地之念所获 这念 每一个人都可拥有 就如那鱼儿 在河中生存 不为天地 不惹阴阳 安详自在 这河便是天 便是这天地世间 鱼儿放若万物 在天地之中存在 可是网的出现 却是生生把鱼儿 从河中捞出 这网是道 是这天地横生而出的规则 在规则中 不管你存在天地何处 最终都逃不出这道 就如这网 终归有一日会把鱼儿捞出 失去了河水的鱼儿 在规则之中 在大道之下 要就是顺座 入轮回 要就是反抗 破亡反抗 修道者 就如那鱼儿的挣扎 挣扎得越距离 便越是逆道 这就是道 生死轮回也好 因果之境也怕 全部都是悼念所谎 我就是因果 狂风呼啸 带着亡林的名物 漠然间只卷天地 消失无影 只留下河道旁 一脸惊恐的缩衣老温 与争在了原地 身体中涌现丝丝暖意的 泄性老者 是人是鬼 泄性老者喃喃自语 风散 融入整个青灵星 在这一瞬间 此星之上的灵力 漠然间扩大了无数倍 大地之上 一条条灵脉红洞 喷出无尽的灵气 一条条河流之内 更是在瞬息间 融入了灵力 成为了一片 地青之波 一片片山峰 原本只是凡物 但在大地 不断地喷出灵气间 却是渐渐 从其内部 结成了灵石 使得山峰 立刻成为了灵山 这一切 正是因为亡林 亡林梦道中 与这青灵星 融为一体 如此 他便是此星 此星就是他 亡林对道的明误 却是因为化身成为 这青灵星 却是在无形之中 引起了一场 剧烈的变弱 使得这青灵星 仿若有生命一般 随着他 悟道 人有灵 不可明道 兽有神 也可悟道 这天地万物 凡是有灵神之物 全部都可以明误天道 此星有魂 同样可以明误 亡林融入清灵 明误天地之道 在这一瞬间 却是真切地感受到了 青灵星之魂 他从未如此接近 如此清晰地感受到 一种不同于修饰的魂 这种魂是虚幻之物 但却真实地存在 它没有念头 有的只是一团 本能的力量 这力量 是青灵星上 无数年来 所有的修饰 吐纳而来 是所有的凡人 生生死死所望 是其上一切生灵 无数年来 种种念头 所酝酿而生 当年 散魔可抽星魂之力 眼下 如是我想 则能 浩荡的声音 在整个青灵星内 回荡不断 化作无数雷鸣 轰隆隆之际扩散 无数凡人 在这惊天动地的雷鸣中 一个个膜拜不止 无数修饰 在这雷鸣下 心神俱阵 朝败而落 凡人中 泄行老者 呆呆地望着天空 一股来自灵魂的颤动 弥漫他全身 仿若这一刻 他整个人 升华了一半 他 不是鬼物 一种名物 在谢姓老者心中浮现 他沉默间 却是毅然地走出 整个青灵星的灵气 在瞬息间 疯狂地浓郁 与此同时 各个修道门派中 闭关前修 试图冲突原因 达到化神的 无数修士 在这一瞬间 却是体内灵气 如同风暴 迅速地旋转起来 王林的悟道 引起了青灵星的巨变 这些常年处于原因 始终无法踏出的修士 在王林 明雾的一刻 却是得到了天大的好处 其中本就有一些 半只脚徘徊的修士 立刻顿悟 各自拥有了意见 成就化神 王林使得这青灵星 突破了无数年来 无法有修士化神的限制 使得这青灵星 大成 此心呢 并非表面看去废弃 而是一颗右星 若是给他时间无数年后 定可其内灵脉运化而出 成为真正的灵气星 王林的悟道 使得此心加快地成长 却是提前地拥有了 浓郁的灵气 横云山 作为王林悟道之巅 在这一刻 却是从山脚下开始 寸寸改变 彻彻底底地成为了一座 真真正正的灵山 其上灵气之浓郁 已然无法想象 此时啊 从这青灵星四面八方 一股股力量 疯狂地凝聚收缩而来 这力量虚无缥缈 但在这一刻 却是被所有修士察觉 就连凡人 也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这力量凝聚之下 最终全部涌向 横云山山顶 融入王林的肉身之中 在这一刹那 王林醒来 他眼中不亮 但却有日月乾坤 他神色不喜 但却有天微缭绕 他面色苍白 可却有一股民营蕴 一股民物自身之道 全身所念 豁达之意 在这一刻 从王林身体中透出 他的肉身在 原神在 可若有修士前来 闭幕后 却是不会察觉 半点儿 王林的存在 仿若 王林 已然融入天地 以往 他融入天地 是肉身 真正的消失 但现在 他肉身 原神都在 可却有了 融入天地之感 仿佛心之所动 便没有距离 仿佛神念之处 尽是因果 天道无痕 我却是无意中 陷入了自身的因果之内 若非明悟 怕是此生再无苏醒之日 此事 透出一股诡异 仿若无声无息间 便有众多念头涌入心中 取代我的神志 使得我按照某种念头所化 王林抬起头 盯着天空 眼中露出寒光 他的目光充满了杀鸡 蕴含了无尽之寒 在看向天地之际 却是有一股无穷之力 从这清零星上涌现 他来自于每一个凡人 每一个修士 每一个草木生灵 疯狂地向着王林凝聚而来 涌入他的身体中 化作一股力量 顺着他的目光 轰隆隆地冲出 直接迎向着天空 此刻 若是把这清零星的天地 比喻成河水 那么其上所有的生灵 便是一条条挣扎的鱼儿 融入王林之身 形成一股反抗 破天而去 在王林的上空 阴阳双鱼之巷 缓缓转动 这黑白二色之中 透出一股莫大的天地之力 旋转之际 更是仿若把这整个清零星内 所有生灵的念头 全部吸入其中 形成一道 绝天之力 冲天而去 整个天空 在这一刻 风云色变 好似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急速地退缩 片刻后 天还是天 但落在王林眼中 却是清静了很多 与此同时 远在罗天四域的交错地 雷仙殿所在之处 一间极为幽静的阁楼中 清水从打坐中 睁开了双目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敬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